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同时我们也认为真正攸关台湾民主再生 可以活化国会的两大重要指标 包括降低不分区的门槛到2% 以及改变选制为连历制 提高不分区席次 这些议题应该被深化讨论优先处理 还有关于人民的权益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两大党都没有充分的讨论 我们乐见这些对县改有利的政治歧视发展 但是在这个改革呼声响亮之际 我们有必要提出几点提醒 第一 宪政改革工程 必须紧速启动 并且要纳入公民社会的意见 立法院应该在2016大选前6个月 通过宪改方案 才能赶得及在大选的时候 合办宪改公投 虽然时程紧迫 但这不意味着宪改的内容 可以由政党密室协商而成 相反的 宪改工程一开始 就应该提出公民审议的相关机制 鼓励社会讨论与开放全民参与 第二点 有关宪改内容的讨论程序 应该优先就争议性较低的议题 凝聚共识 再讨论争议性较高的议题 如果318运动其实彰显了台湾的民主的危机的话 那么民主要重申 宪法必须解冻 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让我们看到宪法解冻的契机的开始 那我们也看到台面上的许多政治人物 开始提出他们的宪改的构想 对于这一点的乐见 那不过我们在这边也需要提醒 宪改它不是政治权力的重分配的游戏 它的重点应该是 如何透过政治权力的重组 政府体制的重组 选制的重组 来更好的实现公民的权利 因此在这一波的宪改的思考当中 一部新的权力宪章是不能够忽视的 那因此在这边我要提出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的宪改需要一个新的 保障实质平等 以及社会正义的权力宪章 第二点 这部宪法要继续保持活力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降低修宪门槛 因为修宪不能一修定终身 因为我们认为 政党竞争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是一个民主宪政的核心价值 目前国内的政党股部经的发放 独后大党排除能够代表社会多元意见的小党 那我们主张一个完整的修宪 必须要配合选霸法的一个改正 调战政党的补助金门槛到1% 并设补助上限 那最后公民组合也主张责任义务对等 促进政治参与的新世代的正义 那由于新世代承担着更多经济发展下分配不均的恶果 可是在政治上长期参与被排除 对我们主张也支持责任义务对等 调价投票名领导到18岁 那同时考虑年轻的世代在外地求学与就业 那我们主张不在籍投票在2016总统大选时 必须从境内的不在籍投票做起 那最后公民组合呼吁两大党 那除了你们口头上的改革诉求之外 尽速提出修宪与国会改革的时间表 把动人的改革主张化为行动 并在过程中应当充分开放公民团体 与新兴政党的一个共同的民主审议